大家好 今次我做了Coco Hills 3座A室 大家一起看一看3座A式的圖案 開始的時候我做了一個清水房 這是一個3房的單位 有兩個廁所 主人房其實是一個套房 其實除了兩個廁所之外還有一個廁所 是一個工人房的廁所 工人房一定要從廚房才能進去 黑廳不能進去工人房 大門就是這個位置 還有一個露台 那我看一下後果是怎樣 它兩個廁所都是做光 那我第一個做的就是一個BASIC TASK的東西 那我就嘗試把床放進去睡房 就是把梳化放進去客廳不同的位置 那其實主人房呢 只可以在近搜尋位置放一張床 如果放在其他的位置 或者近廁所那邊 其實都不太細 那至於那兩間小房 都不可以放在雙人床 放了就會開不了門 對 還有那個工人房的床 都不是我們常見的那種尺碼 那是會比一般的單床還要小一點 那客廳就嘗試把梳化放在不同的位置 看看會有什麼效果 那又看那個3D效果圖是怎樣 雖然有點奇怪 不過呢 都可以是一個參考來的 那呢 第一個 的設計呢 就是一個 雙人床加兩張單人床 這個很經典的設計 就是這樣用 那這個第一個設計上 可以做得闊落一點 不要放不下架子 那主人房呢 就試一下一張床 這樣放 那就可以兩邊上床 那這邊就有個床求櫃 那這個是這邊 那兩個細房就是各自放了一張單人床 不過就試一下不同的擺法 就是一個打環一個打碟 那這個貼窗的擺法呢 就可以放到一個床頭櫃 那這個廳呢 就有一張很大的梳化啦 這張是 坐得四個人就可以 啊 那還有呢 還有呢 掛牆的電視 那下面就有一些櫃筒在這裡 那這床 那這床 啡色的就是鋼琴來的 那呢 餐桌就好這個位啦 連四張椅子啦 那這裡就放了 一些書架啦 還有一些 櫃筒的櫃啦 那我就把雪櫃放在這裡 洗衣機就放在旁邊啦 雪櫃 洗衣機 對啦 那看一下這個效果是怎樣 那轉個圈給大家慢慢欣賞一下 就寫高角度 那現在試一下在前面看進去啦 有很多大玻璃窗啦 這裏做了 那呢 跟著呢 就做了一個 雙人床 坦人床的設計啦 那呢 嗯 其中一間房呢 就是做了書房的 就是這裡啦 那有張大的 就是工作桌啦 也有書架啦 矮櫃啦 還有一些櫃筒的櫃啦 那廳方面呢 就 就放了一張六人桌啦 因為這個這麼大的單位 那個廳這麼大 應該招呼很多人 應該 那 那 而本來書架的位呢 因為那些書架可以搬到一張書房嘛 所以就換了一些矮櫃啦 那 而主人房呢 就嘗試這張床呢 就 床頭貼這一邊啦 那兩邊都有床頭櫃的 就像酒店那樣啦 這個也是個 矮櫃 這個是個衣櫃來的 那我們又看看 後果如何 那些 那些 低角度沒有進去 看看是怎樣的 對呀 都很大波 這槍 然後呢 下一個設計 都是一個雙人床 加單人床 那 那個分別呢 就是主人房的床的方向 我試試這樣放 那旁邊可以放到 兩個大衣櫃 那 而近廁所那邊 都可以放到 一個 和 半個的 單門的大衣櫃 這個呢 就是一個矮櫃 櫃 櫃桶來的 有三個櫃桶 那 而這個 那個 就是在餐桌附近的櫃 我就搬走了 就把餐桌 再加多了一個主席位 在這裡 好像很有氣勢 那我看看效果 先轉個圈 在前面看進去 看看會如何 在前面看進去 看看會如何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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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如果要這樣做的話 就要把兩間大衣櫃 打通 如果這個 這個應該不是一個結構場 來的 可能都是沙磚場 可以拆 這樣 那 將門口 就移 由 很貼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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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間 這間房間,在廁所那邊有些衣櫃 我把搬就座換了一張大工作桌 加了一個三個櫃桶的櫃 那如果在廳那裡,我就加多了一個鞋櫃 在餐桌和琴中間那裡,按門口的位置 看看後果如何 然後轉個圈,讓大家慢慢欣賞一下 最後一個設計就是兩張雙人床加一張單人床 唯一變動的地方就是把工人房改動 那些牆應該都是沙磚牆 如果不是有牆的話,可以把廁所拆走了 把廁所在廁所那邊的門封了 然後在廁所那邊就開了一個門 即是這個走內開了一個門 甚至可以把其中一幅牆拆走了 即是餐桌的那一幅牆拆走了 將它再移近餐桌那邊 另一間房間可以再大一點 那視乎大家想家床有多大 那可以... 其實可以甚至擴充到變成一間雙人床的房間也可以 那...餐桌在這裡就... 當然要再移近... 再移近... 到門口那邊多一點 那這步就會比較窄 那我們先看看後果如何 先轉個圈給大家在上面看一下 轉個圈給大家在上面看一下 其實這樣改造呢... 廁所可能多了位置來放東西 然後這幅牆可以放一些比較窄身的櫃 多了一些位置 不過呢...這個廁所也很大的 它這個上面安裝了一些吊櫃 其實都已經很舊的存物空間了 那你從前面又看看這間... 多謝各位收看,拜拜! 我先不知道... 我先記住在這裡... 不要說...